大家好 大概國文 那今天要來講的是 那個國文寫作能力測驗的一個 大概的準備方向這樣 那裡面有兩個參考試卷的試題 也可以給大家做例子 那之後也還是會持續發布這樣子的片子 那這一個的教材 最主要是根據我們有一個 就是在幫學生說明 就是心事混合提醒的時候 那順便做的 那這一樣是燕子老師的教材 所以說我會把它 跟上一次燕子老師教材的三部片放在一起 那同時我會把它放在 反省式作文裡面的其中一個片子 所以你會看到片子的標題 裡面有兩個標號 你從作文那一系列一直看看看看看看 看到後來也會看到 這一部片子 然後如果你是從 心事混合提醒跟 國寫的寫作的方向 你也會看到這部片子這樣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那心事的國文寫作呢 我就寫了這幾年的 那分成了知性題跟情議題 兩種題目 這是最大的變革喔 那知性題呢 它希望你會學會是同整判斷的能力 真的喔 是同整然後判斷 你的寫作能力反而不是佔那麼高的標準 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同整判斷 然後能不能省思之後呢 再做推論 所以正確的解讀文字跟圖表 甚至你要系統理解 分析歸納 然後最後去具體的描述說明 這方面呢 你的文字 只要力求精確就好了 沒有再強調什麼優不優美啊 有沒有眼睛句點 沒有 就是可以精準的回答 文字只要求這樣 重點的是你能不能合理的 判讀 省思 然後推論 那針對議題進行思辨 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喔 提出個人的見解跟評断 那文字組織跟表達能力啊 相對起來 我是說相對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的重要喔 那所以說 像這個部分我都會覺得 可能是理主的男生在這方面 可能會稍微佔一點點優勢 但是如果女生習慣了這樣子的 文主的女生比較習慣了這樣子的方法 不要在文字上面過多雕琢 最重要的反而是要去看 怎麼樣拿分數 那這個地方我就要稍微補充一下 像這兩天啊 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是自己學校 語文競賽 都出去寫作文的學生 他作文寫得非常好 那另外一個是已經準備 瞄準自己第一志願 又多考了兩年的學生 他們在作文方面也都是 我也都有這樣提醒他們 在這樣知性統整判斷 很容易在他給你的材料裡面 跟表格裡面 你一直在繞在材料跟表格 文字跟圖表或者是一些議題 你一直繞一直繞 就通篇呢 寫的都是他給你的文字圖表 或議題的內容 這樣真的有點可惜 這一題啊 我個人建議 如果你要跳高你的分數的話 要稍微跳出跟你 同一個等級的分數的話 那晚一點我會再講評分的一個原理原則 那時候再講一下 你要跳高你的分數 除了你就文字圖表跟議題做 分析歸納跟具體描述 提出個人的評斷後 你還要稍微的去結合 你曾經有的生活經歷 也就是說當大家都一直在玩 這裡的文字的時候 你提早把它結束 你大概花前面一半的篇幅 先把這些東西都做完 精簡的做完 後面你可能要留大概二十到三十百分比的地方 寫一個自己的感悟或生活經驗 然後最後再做個簡單的結尾這樣子 大家可以理解嗎 因為這一題我看太多學生都會寫來寫去寫到後來 就一直繞在文字圖表跟議題上面 那很容易就會被老師把它跟所有人放在同一堆裡面 那你又能夠結合你的生活經歷或所見所聞 大概花個一百個字到一百五十個字左右 就會整個跳起來 跟別人就不一樣 那看第二題 情意的感受跟抒發 那往往這個好像就是文族的女生稍微拿手一點 這沒有絕對啦 只是感覺起來文族的女生這方面會比較細膩 比較拿手一點 具備情意想像等感悟 那具體寫出個人的生活經驗 那從中間呢 感知聯想 創造跟抒發 那針對 他很喜歡考情境題 給你一個情境 那 這個我覺得是最關鍵最關鍵 那我用紅筆畫 真的要真誠 我看了好多人就是想說 我寫的文章 尤其像今天回來的小朋友也是這樣 他有時候會有點擔心說我的文章都拿不夠高分 我要寫一些特別一點的東西 可是有的時候你的特別呢 是經過一點編造 老師看了那麼多就會覺得他假 怎麼好像不真 那你有假跟不真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老師就會出戲 出戲的意思就很像你在看一部影片 看一看 怎麼忽然間 古裝劇的男主角 一轉身轉過來 他背後背著一個麥克風露餡 你是不是馬上就從 可能很感動的劇情 突然跳出來覺得 那怎麼會背一個麥克風在古裝劇 就是古代的人怎麼會背一個麥克風 我就立刻出戲了 那我一旦出戲了 我就不相信 你寫的內容 那我不相信你寫的內容呢 就不會被感染啊 那我就不會給你高分這樣 所以我覺得真誠真的很重要 有時候一個小小的東西 跟你寫一個看起來很巨大的東西 其實老師都會判斷的出來 到底行不行 那我舉今天那個學長的例子好了 他寫成說呢 他就是很喜歡陣頭文化 就那個家將團啊 陣頭那種傳統文化 然後他就寫成說就是 長輩可能很不看好他啊 甚至呢 把他當成的就是 混混小混混這樣子 然後可能甚至會期待在社會版上面看到 他的身影 那我就問他說 真的嗎 你的家人真的有反對到這樣 他說沒有 他只是覺得這樣寫好像比較強烈一點 可是即使你看 家人會在期待在社會版上 看見你這個孩子的身影嗎 我覺得其實不太合理耶 我覺得與其這樣 他不如就直接講說 他一度的中斷 想要推廣 這種傳統文化 那接著呢 又重新在自己 可能小小的部落格 或粉絲團上面 又重新重啟的這種 就是會把自己造的照片啊 放上去 就是在自己的粉絲團上面 重新放上照片 懂不容易 容易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好像一般的高中生 都比較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事情啊 那這樣比較合理 如果是我 我就會給這邊 比較真誠的寫法 比較高分一點 比較故意去寫的 好像要很特別 或很了不起什麼的 好 再往下看囉 這個是主要概念 講完 我們往下看囉 來 這是參考試卷1 那你看喔 這段文字很重要 那以下為宋禮堂的 至愛圖 又稱為春衣圖 描繪古代農村行腳郎中 幫人治病的情形 至愛又稱為愛治 是傳統中醫治病養生的療法 運用愛葉製成愛柱或愛條等 那燒熱後 是於體表刺激經絡穴位或特定部位 那禮堂啦 這裡我覺得是關鍵 我讀的時候就覺得 我特地補充禮堂 他出身不一 那又曾經顛沛流離 所以除少 除了山水化之外 留下 風俗人物化 那生動的呈現底層 因為他出身不一 顛沛流離 所以他充分的呈現底層 百姓的生活樣貌 好 那再往下看囉 來不及的話 你按暫停 可以再多看一下 來往下 這裡就是這一張春衣圖 那 考生們都有這張圖 但你看的時候就要靠近 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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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有一張放大了 哈哈 來看一下這些人的表情 醫生在幫一個老先生 自愛條嗎 然後這是他的親人嗎 你看他幫他扶著他的手嗎 讓他不要那麼痛苦嗎 那這是他的另外一個親人 或是小朋友嗎 你看他好像也用力的在壓住他 讓他不要動是嗎 仔細的看清楚這些人 來看題目 可以囉 來看題目 仔細觀察圖片中的人物 那你覺得要觀察的是什麼 誰對誰做什麼 還有他們的表情 那你必須要在這一個 合理的狀況下去包含 角色對白跟情節 小說的四大元素 小說的四大元素 這裡就已經這樣三個了 角色對白情節 那所以說其實如果你平常啊 你說啊 我又不是要寫小說的人 你就對小說沒有策略 或者是都把它丟在一旁 反正啊 那個 大考的時候 只會考論說文 書情文或繼續文 他都會叫你不要用詩歌體 或不要用小說的題材來寫作文 你就覺得啊 小說絕對不會考 結果呢 你看他這篇文章要你有對白 要有角色 要有情節 其實這小說四大元素裡面的三個人 所以你看考題突破過去散文的寫作格式 要看圖說故事 要有接近小說創作的能力 那提醒大家 像這樣的切入點 你要先選擇 如果你從來都沒關注過 也沒有試過 這一題對你就很不利 第一個 你要選擇敘事觀點 你是從第一人稱 或是從第三人稱來敘述 那第一人稱 我們有沒有學過這樣的課次 有啊 魯迅的孔怡己或艾希莫夫的真愛 那有沒有第三人稱有奈何的一感稱子 或者是曹學情的流勞勞進大官員 那或者是全知的觀點 全知呢 就像是神的觀點 你任何在這世界上發生的事 在這個故事裡面發生的事 哪怕是作者 或哪怕是主角自己一個人躲在廁所裡面 在偷偷的哭 你都會知道 因為這是全知的觀點 下次我再開一部影片 仔細的去比較一下小說的 一二三人稱跟全知 這個觀點有哪些不一樣 這樣好嗎 那如果你很想看的就先跟我說 我就早點拍這樣 不然我就慢慢來 那角色設定跟人物性格的塑造 這也不容易 要花掉一些時間 那接著呢 你就要透過對話 就要開始去寫 展現人物的性格 因為這裡要有對白 還有情節的發展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怎麼評分 好 這個是他的命題用意 打個星星吧 體幹是一個宋代畫家的摯愛圖 那描繪他行腳 行腳就是到處去旅行 幫人家治病 觀察想像敘事都要有 那本題用意是期盼學生看圖 然後仔細觀察人物 發揮情境想像 編寫一篇細膩生動的故事 所以評分原則 即使想像奇特 文才文詞順暢 但缺乏提幹要的一二三 最多就只能到B加 這個待會我會再根據 那個成績的表格 跟大家稍微說一下 這評分的走向 那內容文字都很好 那沒有寫完 或者只有一段都沒有分段 最多最多也B加 其實他這個標準寫得很寬鬆 但實際上給出來的 這一次這一年 就是這兩年給出來的分數沒有到這麼甜 為在第二題作答區範圍內作答的話 那著扣一分 就是說你不小心寫到第一面去的 這時候考題分成正反兩面 下次我有機會再拿新式的那個考卷給大家看 那是標點符號使用之欠當或錯別字 之多寡著量扣分以前 有可能錯一個字就被扣一分好久以前 現在呢你可能啊 標點符號沒用好 錯別字沒用好 可能好幾個字才會著扣你一分下來而已 那還是希望盡量你不要錯別字 但有時候你時間不許可的狀況下 要寫多一點 還是要寫多一點有錯字 出現錯字 因為你有可能寫多寫快就會寫錯 還是要寫少少的追求沒有錯字 追求正確 這兩個哪一個優先 如果是我會優先寫這個 我寧願讓你的字數衝高一點 有一兩個錯字 老師還不見得會扣分這樣 這是我自己的取捨 我也做得到 你自己要取捨 哪一個對你比較有利 那接著再來看 品樂標準 你看第一個 能靈活運用體幹材料 還可以針對圖中人物姿態 發揮情境想像 那你編寫的故事角色對白情節 這其實就是小說的四元素 角色情節對白等要素 完備 不是完全相同 接近 結構嚴謹 文詞靈動 可以拿到A 25到22 那其實我要稍微吐槽一下 來看一下這張表格 這是考試的時候 齁 就是評分的標準 你看25到22 只有多 A加 只有多少人 去年 109年的第一題 只有26個人 全國只有26個人拿到A加 那第二題呢 多一點 全國有83個人 全國有83個人拿到A加 欸 要拿到A加 容易 非常非常難耶 來看一下 我們看A吧 根據 那第二題 那第二題呢 那第二題呢 你如果拿到A 你就贏過全國 96.7% 看得到嗎 96.7 天啊 真的不是很容易耶 那來看看 你能夠 如果 根據題材內容描寫圖中人物姿態 雖然無法完整 無法完整包含角色對白情節等要素 但你聚故時輪廓文詞得以 那你就有B加 那這個就是 再來就是B的標準齁 你上有鋪陳啊 文詞平淺的話 好再往下看齁 這是另外一題 這就給你一個圖 那你看這是一個牆上一塊木板平衡 那這個人好像眼睛只看著前方 想著把他踢下去 可是他沒想到 當他掉下去之後 底下這個就不平衡了 他自己也會摔到牆下面去 這一張圖 大概就是希望考生可以看懂這些 這樣齁 那我上次問了小朋友 有個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真的要訓練 我問他說 這張圖看完你有什麼感想 他說 老師他的鞋子太大 他的鞋子看起來太大 我就覺得很傻眼 甚至有些人說 老師你看 這是穿皮鞋的人 所以看得出來呢 他是 比較高收入 比較高等的人 在迫害平民百姓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天哪 怎麼會 什麼都跑出來了 這就是平常沒有練習的時候 就會 這樣子 那真的練習之後 集取資訊的能力都會變好 我真的覺得這種考題多寫 小朋友 真的都會變聰明 尤其是觀察力 來看題目 上面是一幅漫畫 好 請你揣摩 揣摩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去想 畫中傳達的訊息 解讀集中可能的寓意 可能的寓意 這就是一 做題目的時候一定要這樣圈 再來呢 闡述你的看法 二 再來 請自訂題目三 那題目呢 需與所解讀的寓意相關 溫長五百次 來注意 我們要做出這三個答案 先自訂題目 再說他可能的寓意 還有闡述你的看法 這三題都必須達到 看圖 發揮 創造 行思 然後最後要能夠有定題目的能力 因為有的小朋友很不會定題目 還有自助限制 所以你不能夠就是一直狂寫這樣 來看看 好 命題用意啊 他希望學生能夠解讀圖像文本 而且要求考生能夠說明寓意 甚至還要反思跟評論 那特殊評分原則就是一個 這因為要求要定題目嘛 所以沒定題目最多只能比夾 那來看看 分到A等D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老師的評分標準大概是這樣 先看你有沒有辦法能夠解讀漫畫寓意 然後呢不能深刻闡述或者是 內容充實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這樣 你能夠解讀漫畫寓意 能夠講個人看法而已 那你就會被先評到B來 評到B呢 我再仔細看你是不是文詞得已啊 或者是結構上可文詞平順啊 我再來決定你是B加 或者是B 然後再來決定 假設我判定你 欸結構得當 我判定你是B加的14到17 我才看看你的文詞有沒有OK啊 分段有沒有OK 有沒有用好一點的修詞法 這時候才決定你 如果都有 我可能給你17分 如果你做的不太好 你雖然內容答對了 但是文詞啊 結構啊不太通順什麼 我可能給你15分 這樣懂嗎 也就是說 我們更重要的應該是去解讀提議 你應該啊 可能要花個5到10分鐘 甚至逼不得已的更多一點到15分鐘 都要把提議看懂 只要你能夠好好的解讀漫畫寓意 然後題目又可以定的好 花一點時間定題目 你開始寫 哪怕你文章寫的不長 哪怕呢 你的文詞沒有到那麼優美 你都會優先被分進A這裡來 你只要寓意定題 闡述深刻 你就會先被分到A來 進來之後 哪怕你文詞就是不太好 你被分到了A來 被分到21到18裡面的最低分的18分 你看你只要題目有看懂想有定題有定好 然後你有去深刻的闡述你的理念的時候 你最低分最低分 文詞再不好 錯字再多 段落沒分好 你最低分最低分是18分 也好過於你可能文詞優美啊 什麼段落很長啊 結構很完整的 17分來得高 他還大於他 所以呢 在寫新式作文的題目的時候 第一個要件是一定要把題目看懂 知道他要問你什麼 然後你想要回答什麼 這些內容要先做好 做好之後呢 再調整一下好 結構布局 文詞有沒有那麼優美 有沒有用了很多名言家句修詞法 那個反倒是其次 這樣可以了解嗎 並不是那些不重要 而是比起那些 與其你每一篇都要求自己寫到什麼 倒數三行到倒數五行啊 不如你再多花個兩到五分鐘 把題目看清楚 你一開始拿到 稍微看一下就狂寫 你寫了八百字 可是你的方向不對 不如呢 你多花個五分鐘 你只寫七百字 但是你要寫對方向 一定是這個樣子 現在考題的批閱一定是偏向這邊 所以大概知道了嗎 你的作文被拿到 老師就會先判斷一下 根據你內容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先判斷你是A還是B的等級的 那確定你是A的等級 再去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定題讀套啊 你應該是分到A加還是分到A 然後如果你被分到A 再從A的分數裡面去給出一個 適合你的分數來 這其實寫沒有非常容易 評分也沒有非常容易喔 那你不要再覺得說 做文都是太過主觀的東西喔 因為其實這些老師們都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光是初階的研習好像就要上二十幾個小時 然後呢 確定你是可以的時候 才會挑你來進階的研習 那這個老師參加完進階的研習啊 通過認證過之後 也只是被列在可以入圍的候選的老師的名單上 那你今年如果你想要入圍去改考卷 你必須得要證明 你沒有高三的學生 高國三的學生 準備今年要考試 那相同的 你也沒有三等親以內的親戚 要在今年的考試裡面 考試避免你改到 非常嚴謹 那最後呢 你遞出申請之後 他才會挑出 你的狀況最好的老師 入圍來改考卷 那這些受過嚴格訓練 你確定要入圍的老師 還要再訓練 跟還要再培訓 所以基本上 他們改題目的 就算有主觀的因素 也不會相差到非常大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那我們會有一個 1月第一個看你的老師 給你一個成績 跟2月第二個看你老師的成績 這兩個老師的成績 會平均 就是你拿到的分數 那他們兩個之間的差距 如果大於或等於7分的時候 才會交給第三月的老師來改成績 那這個老師給出來的成績 就是你最終成績 前面兩個老師的成績 就等於不算 所以以前 老師常常告訴我們說 你千萬不要讓你的作文 掉去第三月 為什麼 當你掉去第三月的時候 這個老師他比較有空閒 因為這些老師改的比較快 然後呢 會改的快一點 改的多一點 那當他們兩個差距很大 就會跳去比較有經驗的老師那裡 他可能要改的比較少 他就會仔細看你的文章 完了 你的文章被仔細看 很好的話 你就跳超高分 但是如果那個老師一看 他仔細看 就會看出你諸多缺點的話 你可能就會掉超低分 所以如果是這兩個老師 盡量給出保守的成績的話 進到三月 不是超高分 就是超低分 這個是有趣的現象 那給你參考好不好 不見得每個人都會遇到 那這種國寫 那老師常談了 你要有一些基礎 閱讀的基礎 語文能力的基礎 再來你要累積一些素養 素養的意思就是實用的能力 判斷理想 相令你透過這些基礎的閱讀 累積的一些跟生活 你的生活常規 或生活常常遇到的事情 結合你擁有了一些素養 就是你的能力之外 那這個能力指的就是 可能是寫作啊 組織的那種能力 組織啊 或寫作的能力之外 你還有態度 什麼叫態度 就是認真生活吧 我覺得 認真的生活 就是不要把你生活周遭的 一切都無視掉啊 多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再來寫考題的時候 齁 能不能踏實的 穩定的 然後努力一點的去做 那最後呢 就會讓你有一場 好的考試 那來看看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談一下的 這是一百九 一百零九學年度 我用紅筆好不好 因為它有特殊的顏色 我在用橘色 怕你們看不清楚齁 好 那一百零九學年度的原始分數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 國文十五級分的同學呢 你必須要考到76.59 那根據我們第一部片 教大家算的 你看 如果你的選擇題考了八十分 這不明顯 我寫到旁邊來 好嗎 如果你的選擇題寫了八十分 乘以零點五 你選擇題拿了 實際上最後是拿了四十 那也就是說 這樣看起來 你的作文必須要拿到三十六點五九 這樣加起來 你才會等於七十六點五九 你才會拿到十五幾分 容不容易 不太容易 你的選擇題 如果穩定 可以拿到八十五到九十的同學 才可能會稍微容易一點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齁 那待會我會拿表格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看看 嗯 這一張 好 這幾張會重複看喔 好不好齁 我們先看看這一張 就一百零九年的時候 頂標是十三分 前標是十三分 一百零八年的時候 頂標是十三分 前標是十三分 107 106 105都沒有這樣的現象 頂標跟前標擠在同一段 那我個人的判斷是這樣 他因為開始心事的做文題 所以呢 他不敢讓分數拉得太開 所以呢 這兩年的評分 他都把分數壓縮在這一段裡面 怎麼樣看這一段 來我稍微給大家分析一下好嗎 你看齁齁 如果呢 在這個地方 我這樣 我用橘筆 因為這紅筆比較粗齁齁 一下子就會把所有數字都蓋過去 來 你看 如果你在這裡拿到十八分 這這代表十八分齁 喔 然後到這裡是十二分 所以如果你两篇都拿18分 你看这里拿18这里拿18 你可能这一题高一点那一题低一点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的意思是说你平均两题都拿到18 就是你加起来是36分的人 那这里两题都拿就是拿到12 平均12那两题加起来24分的人 你看在这一个12分里面 就是在这123456 在这六格里面 你看从累积的3.32的累积的百分比到54.61 这里面这12分里面就累积了51.3 百分之51.3的人 也就是说一半的考生都挤在这里 那你当人这边的分数变得那么挤 鉴别率就会不高啊 鉴别度就会不高 那我再猜因为是转换新式考题 他把这个顶上的分数给压下来了 你看就他刚刚讲的 你能分到A的标准好像没有那么难 可是你看实际上拿到A 你只要拿到36分的人 你就赢过全国百分之96的考生 那就是说拿A的人只有全国多少 不到3%多一点 你拿到A加的人只有全国百分之0.02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万分之二 对吧 一万个里面只有两个 这是万分之六 一万个里面只有六个 你给出这个标准 然后上面也压得太下来了吧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给出了新式的作文 为了避免新式的作文 大家还不适应产生太大的影响 所以他把高分群整个压下来 我记得更早期 还没有改换成新式的作文题目的时候 那时候还蛮多学生都可以拿到40分 他的分数大概是从40分到24分中间 至少上面多了4分出来 1234到这里 那时候我的学生拿3940的 一个班级50个 大概可以到十来个 所以呢我再猜测 这两年你看 我们又要回到这张图表 不是这一张 下面这一张 我们又要回到这张图表 这两年大家在批评说 这个国文啊 顶标跟前标都是13 鉴别度就变低了 再加上数学 这两年的数学好像说出的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数学都考得非常高 所以呢 就是整个我就觉得 有些出现一些混乱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明年 因为已经进到第三年了 所以呢大家都更熟悉 这种一题认知 一题情义题 一面写一题的这种考法的时候 我觉得他今年的这个标准 这里 我觉得他今年为了要让国文的前标跟顶标分开 他下面这边不会动 你看从这里 从12分 从24分到 622 从12 你的国文 你的作文50分里面 只拿到12分到24分的人 这里占了35% 我觉得这边不会动 我觉得他会把这里的10%到20%往上提 他可能至少会往上提10%到这里来 10% 这里啊他可能会让他剩下 40%的人挤在这里 那10%的人提上来 你看硬考人数是133.3% 拿10%上去就是1.3万 他会让这里增加 让上到这里的考生可能增加1.3万人到这里来 所以呢 明年的急剧很有可能 就会再回到之前 你的作文可能是从 40分到24分中间 占的是50%的人数 那这样呢 有很多人的作文跳高了 大概4分左右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里 这里的顶标跟前标 就有可能拉开 你看这边 这个一个 国文的一个急剧是5.47 如果有一些人的作文跳高2到3分 我在猜 原本在13分的顶标 有一些人就可以直接 顶标就可以跳到14几分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呢 如果你愿意好好的练习写作文的话 我在猜啦 你好好 本来就好好写作文的人 我觉得你今年的考试 今年的学测 你有可能会得 在作文方面得到更多的报酬 你好好准备作文 那考前的作文要准备哪些呢 那我可能就之后 如果有空的时候 不能在之后了 这两天是不是就应该要先给大家 我再来准备个片子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作文前应该要准备什么 可是我的方法其实也已经是 算老生常谈吗 还是说我的方法其实要平常要有一些累积 考前才会有事情可以做 那今天的这一个单元就先讲到这里了 那考前的作文读什么比较好呢 我再来想办法 那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推荐给需要的人 晚安 我再来想办法